笨办法理解二进制原理和进制转换 上级 很多老师讲解二进制都是基于计算机和电路原理 这也让很多同学误认为二进制就是计算机内部的魔法 和现实世界没有关联 间接导致了很多同学对二进制题目产生惧怕 甚至直接放弃答题 其实二进制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今天我就脱离计算机用最笨的办法 帮助大家理解进制的概念和怎么进行进制间的转换 假如有一天我们突然穿越成了一个原始人 部落酋长要求我们把过冬的木柴统计一下数量 这种新手村任务应该不难吧 用我们立刻就能想到的方法 那就是把木柴捆成一捆捆的 每十根木柴捆成一小捆 每十小捆捆成一大捆 按照这个规律全部捆扎完毕后 打眼一看 一大捆八小捆零八根 立刻就知道是一百八十八根木柴 完美 不过呢 这个部落有点特殊 他们只有零到四 一共五个数字 也就是说五 六 七 八 九 对他们来说就是鬼话符 根本不认识 这可咋办呢 我们不妨先回想下 现代社会的数字是怎么表示的 我们用零到九来表示比较小的数 那么比九更大的数字呢 老祖宗们表示不可能为每一个数字都发明一种特殊的写法 那么零到九能不能循环利用呢 当然可以 我们采取数字不够位数来凑的方法 也就是逢十进一 后来被人们称作十进制 所谓逢十进一 就是当某一位数字达到十以后 前一位就加上一 原位归零 比如九加一 我们没有可以单独表示十的符号了 于是我们从九左侧增加一位 一 原位上的数 九归零 看上去就是一个一后边跟个零的样子 咱们读作十 老外读作碳 当然你也可以读作10 读法不重要 含义才重要 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 十进制数字每个位置上的数字 各自都代表了什么 各位上每个数字都代表一 十位上每个数字都代表十 百位上每个数字都代表一百 188实际上就是一个一百 加八个十 加八个一 对应现实世界的一大捆八小捆零八根 共一百八十八根木柴 回归原始部落 只有零到四 怎么表示五呢 依照十进制世界的逻辑 我们一葫芦画瓢 用数字不够 位数来凑的方法 把逢十进一改成逢五进一试试 部落最大的数字是四 比四在大一的数 数字不够了 左边画个数杠 原位归零记做一零 接着往下数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加一 各位不够 进到十位 原位归零 所以十四后面是二零 接着往下数到四十四 四十四加一 各位十位都不够了 还记得数字不够 位数来凑吗 所以四十四后面的数字是一零零 搞明白五进制数字的表示方法 我们就按照五进制来规划下木柴了 依然按照每十根木柴 捆成一小捆 每十小捆 捆成一大捆的方法 只是十变成了五进制的一零 还记得五进制的一零怎么来的吗 是四加一数字不够用了 即位上来的 所以五进制的十就是十进制的五 不管它眼睛骗不了人 我们把它画出来 画图后差不多明白了 每五根木柴捆成一小捆 每五小捆捆成一大捆 依次累推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摆好了 我们看到是一个大捆 两个中捆 两个小捆和三个单根 大捆是五进制一千 中捆是五进制一百 小捆是五进制十 在五进制部落里 记作1223根 没毛病 可以交差了 预知后面球长又给我们出什么难题 请关注我 收看笨办法理解二进制原理和进制转换的下集 谢谢